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他計劃派出一個小組前往亞洲 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2月下旬 再次舉行峰會做準備 蓬佩奧在接受美國福斯新聞頻道採訪時表示 北韓方面同意舉行第二次峰會 但未有透露具體地點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美國政府都在與北韓方面共同努力執行並且落實 他們對朝鮮半島去核化的承諾 金委員長告訴他已經準備這樣做 因此就需要落實 不過美國國家情報總監科遲星期二對國會議員表示 北韓不可能放棄所有核武器 並且繼續從事有違去核承諾的活動 這與特朗普總統聲稱 與平壤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是雙矛盾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科遲表示 他們目前的判斷是 北韓將會尋求保留他們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能力 而且不可能徹底放棄核武器和核武器的製造能力 原因就是 北韓領導人將核武器最終視為是政權生存的關機 開放 Idiots 《貸款台表》 或是 《貸款台表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